想問你最近工作很多 時間分配上有沒有時間做自己的事情 都有耶 所以算是時間管理大人 時間管理紅毯第一帥 一定要想到紅毯第一帥 因為大家最近看到我都是這個名字 那不如就承攬下來 沒有啦開玩笑 那最近就是萬聖節 對 這一天有沒有跟朋友聚會 或是有沒有辦個什麼Halloween卡 我自己有收到 OTD平台的一個禮物 然後今天應該會PO吧 會PO嗎那個 就是 今年想必會有很多綠色的運動服 你有收到綠色的運動服 對 那加上你已經大概要花多少時間玩遊戲 我最近說真的我有克制 就是例如 晚上大概 最多就是一個半小時 因為 再久眼睛會花 可是一天花一個半小時 我還可以跑到這麼高的段 會很厲害 對我知道 所以是有找 我是 沒有我幾乎都是 跟自己朋友或是他們後台的人玩 比較多 然後圈內的朋友 可能最近大家都蠻忙的吧 比較少揪這樣子 剛剛說怎麼會 害羞跟阿屑 會啊 會害羞 畢竟他是曾經 他是代言人嘛 有過代言人嗎 Karina 有嘛對不對 還有上主題曲 跟子修一樣 對 然後 還是你怕被他電 還是你怕 我怕電他 怕自己太強 沒有主要這個遊戲 其實還是要玩配合 所以我很怕雷別人 對對對 還是要默契 對還是要默契 對 你有沒有找的錢團員 有沒有 喂喂 喂 麥克風有聲音嗎 喂 算訊 你說以前你有沒有推坑誰 就是 我自己坑最大 我是課金戰士 課金戰士 想過 就是有花過多少錢嗎 算一下 這個遊戲還是玩 喔 真的很誇張 哇我曾經為了抽一個 角色的造型 花了 一天就花掉三萬塊 一個晚上啦 應該這樣說 因為你抽到某一個程度 你就會覺得 沒抽到不行 然後就一直出職 然後我媽就說 為什麼你帳單那麼多 因為都是我媽幫我交信用卡費用 對 然後我就說 玩遊戲 他就會說 玩什麼遊戲 這樣 那媽媽會管你說 就是要 遊戲玩太晚 然後 早點睡啊 之類的 也不會啊 那個是 求學的時候才會發現 都一幾歲的人 應該要自我管理才對 那你有過現在大概一天睡幾個小時嗎 五六個小時吧 五六個小時 嗯 好 是可以睡 是可以睡保重 你這麼關心我的睡眠幹嘛 對啊 因為昨天睡覺很忙啊 OK啦 睡覺是一定要睡的嗎 對啊 你們比較辛苦啦 你們還要 趕即時新聞 等等 對對對 昨天我還看到有人 我當時 一點的時候看刷 還有人在更新即時新聞 對 真是辛苦 這麼早就賣乾了 哈哈 我們算幸福 我們是玩遊戲 對對對 再哭 再哭一次玩遊戲 那你最近在語集要上 你會去跑硬後嗎 一定會 嗯 蠻多想分享的 對啊 那有沒有會想要 就是偷偷坐在觀眾 看別人的反應是不是 對對 蠻不錯的耶 對啊 不然你假髮借我 喔你那是真的啦 對 有掌布丁頭了啦 是真的啦 對不起對不起 對啊 你可以戴個帽子啊 會耶 其實會想聽 對 因為自己會有盲點 然後因為自己拍遊戲 一定會喜歡嘛 對 但是別人看了會比較客觀 看看自己到底 演技能不能說服別人啊 嗯 那你跟其他人 對手戲的時候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影響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部戲 是我 因為吳洛琳老師 合作過了 然後我覺得我第一次 沒有真的很好的 去對待他的劇本 我在 拍 而不是那個 給艾莉莎奇奇 然後拍完這部戲之後 再接完戲 再回頭 我有一天翻到那個舊的劇本 我就覺得 哇這劇本真的是禮物耶 我居然 沒有悟性 就是 沒有那個慧根去理解 那這一次剛好 老師又拿了這個劇本來 然後我看完之後覺得 哇我再也不能錯過這樣的劇本 所以其實 就像你說我真的會想去聽 然後我想知道 大家對我的 認真投入的 一部劇 能有什麼樣的評價 嗯 畢竟 我們都是一路這樣過關斬將 就像打排位一樣 硬要拉回來 還會打到最高的 S啊 嗯 S是必然 不然沒有臉出現在這裡 對 所以最擅長的劇本 別複下 嗯 你有玩是不是 我 你是Goreena 喔遊戲線 漂亮 會喔 那平常就是 玩的時候都是自己solo 會開語音跟其他陌生玩家 對罵或是手之類的嗎 或是他們太雷 然後不小心聊個什麼 我自熟我會 哈哈 我會 我會罵人 哈哈哈哈 大家看到我最近這麼和善 就是因為我都把這些 情緒是 發洩在遊戲上面 哈哈 對於這些被我罵過的路人 不好意思 雅龍還有跟那個電競女生 他們交流 交流 有耶 因為 有時候上線都還是會碰到 所以會阻聽這樣子 那你覺得他們有實力有明顯的 有 畢竟有雨中帶 拜託 哇 夢寐以求好嗎 然後我覺得電競也是一個 以往不被看好的職業 漸漸漸漸漸的 也還可以 可以微生耶 不只還可以微生 還可以有很多的發展這樣子 不錯 你說你因為玩遊戲 然後就是感覺 裡面心理素質變更強 那時候前陣子看到那個影片的網友回應的時候 你現在還有什麼樣的想法 哪一個影片很多影片 紅大千 你說 因為還是要問這題 沒問題沒問題 還好還好 他的影片還蠻正面的 就是看到網友的回應這樣 網友回應 網友回應 就可能說意外 就是扯到跟以前的懷孕 哦 那個還好 那個就是短短幾秒 我只是不想要影片被重點放錯而已 因為那畢竟是一個 一來是工作的合作嘛 然後再來確實是需要去 我覺得我那一個應答是去示範 如何跟自己過往比較在意的東西相處 很多人會覺得說是避而不談 或者說我想要繞過一些尷尬的東西 但我這個人是覺得 直接去面對 反而你獲得的能量會更多 所以他已經不會去 對 你在職場有被霸凌嗎 不好說 幫你下載Line 有各式各樣的社工人員 對不對 或是你可以先跟我聊 好 就現在是已經釋懷不會 我其實都是蠻釋懷的狀態啦 那我覺得 會不會有個轉眼 讓你覺得說 其實你之前會在意這件事情 老實說我已經不在意很久了 我是被形塑著很在意 不要再給我亂寫了 不要為了KPI做違背良心的事情 愛你們囉 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真的不會特別的 緣分 緣分 對 緣分 再問我就要出家了 最近的常商的動機 然後也是有神獸節目的一些感動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如果有這種節目邀約 你會想要出席 就是可能像是團大 就去參加固定的露出這樣子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 我目前的狀態 就是我任何的工作機會 我都不會去排斥 嗯 雖然玩遊戲 可能大家會覺得 哇那裡面的遊戲很 呃不顧形象什麼的 對啊 但我也是在Karina罵人啊 哈哈哈哈 我意思是說 其實去投入參與就好了 對啊 那 那 那 關主喔 嗯 嗯 或是接隊長 壓力蠻大的 對 因為那個是有期待值的啦 那我覺得 自然 嗯 大家如果需要 我義不容辭 嗯 沒有需要我也不會站這邊 對 真的是這樣子 嗯 好啦 乖 嗯 謝謝 你會期待自己來做節目嗎 哇賽 會嗎 有沒有那個目標 我覺得 設立人生目標 是很需要的事情 因為你中都得了 就像我打Karina 就是要打到S 一定要拉回來 一定要拉回來 不然他們付我錢 我這樣會很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是這樣 因為你有一個目標 才好前進 對 像我朋友跟我玩 玩傳說的時候 他就覺得我 隨便就好啦 然後我就會很生氣 我說要玩遊戲 你就是要玩到好 所以一樣的意思 我如果參與工作 我也是想要得到 那個肯定這樣子 嗯 所以 不只是金馬 嗯 各種金我都要 三支 對 金曲 金 金 金鐘已經有了 再拿一個戲劇類的嘛 OK 好 還有什麼 金音 金獎 金點 哇 誰太多了吧 哈哈 就是要全社 開五金行 是不是 哎 是不是 很Q耶 五金行 我是在傳說已經拿到一金了啦 S就是金色的 對 不可以啦 不准給我剪掉 哈哈 哈哈 以親近的記者來說 你蠻有幽默感的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你是剛到公司上班 是不是 對 保持你的單純 OK 好 其實跟他會單純 跟我一定會單純 對 跟他我不知道 第一次我碰到他的时候 我就被他吓到了 他访问我精忠入围的感想 我超记得好吗 我被问到冒汗 我想哇塞 这个小辣妹干什么 你脸红嘞 偏稀里哦 对你可以去演犀利人稀 不会啊 我觉得蛮可爱的 毕竟都是要磨一磨 像我个性也是被磨磨磨 磨到现在这个样子 这么迷人 自夸有没有 这样不迷人 可以好 其实有啦会有 我就说我要拿金曲了 怎么可能没有 对吧 会先跟格林亚合作一首主题曲 我这是乱讲的 我这是在要求 还希望可以配一个角色的音 要求很多 专辑也有在讨论 我觉得好玩 主要是我觉得演艺圈 就是要娱乐自己 娱乐别人 素材很够了吧 你还要聊什么 你说说看 来来来来 你刚刚问什么 大概什么 我大概 我今天才刚刚收到第一份的presentation 就是那个计划的presentation 所以应该还有一段录 嗯 你有点想到 我希望明年看得到 嗯 好 我会讲 我会努力 谢谢 来 这位 OK了吗 Melody很可爱 Melody很可爱 对吧 这防纹的是不是 是精油的香气 不错不错 嗯 该不会是灌什么诚实药水吧 难怪我一直讲一些诚实的话 我刚睡醒